自从中国女排在里约夺冠,国内的排球热变持续升温,越来越多的国人爱上中国女排这个团体。 小编之前,对体育不是很感兴趣,因此也没关注过排球这个项目。 在2015年女排世界杯时,一个好朋友整天盯着电视等比赛,还持续不断地向我推荐。 于是我观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排球比赛,那场是中国vs俄罗斯,只要赢得这场球,中国队就可以拿到世界杯的冠军。 如果输了,可能连奖牌都拿不到,所以小编看得格外专注。 一开场,中国队就把俄罗斯男的披头散发,这对于从没看过排球比赛的我来说,真的非常精彩,非常过瘾。 之后换员新月,上场短短几分钟就拿到8分也令我赞叹故意。 最后终于不负众望,中国队拿下比赛,从而取得了冠军,直通礼约。 赛后,姑娘们抱成一团,每个人都热泪盈眶,小编当时也非常感动。 女排的姑娘们太拼,她们的每一次摔究都拼得让人心疼。 她们还很团结,很默契,这些肯定都是她们在场下千锤百炼的结果。 所以说,女排姑娘们让人敬佩,女排精神值得各行各业的人去学习。 追了快两年的排球比赛,心中对女排的喜爱依然没有减退。 这批女排队员中不乏球技与颜值并存的佼佼者,允许小编肤浅一下,也正是她们的颜值使得小编深深地爱上了她们。 朱婷朱婷,长相很国际,是西方人印象中典型的单眼皮东方美女。 球技高超,被古德蒂称为二十年难得一遇的排球天才。 盘跳好,扣球点高,力量大,而且打北环很聪明。 虽然她一直是各国球队重点篮放对象,但在国际上还是很少有人可以拦下朱婷的重扣。 去年更是成为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在当打之年出国打球的排球运动员。 在海外的这一年,朱婷的球技又涨了不少,而且不负众望,拿到了L冠和是巨杯的双要冠军和MVP。 这也提高了她国际厅在全世界的影响力,更证明了她的价值。 从而有了瓦基福银行,以135万欧的世界第一年新与她续约。 可以说,朱婷的未来依然不可限量。 而,张长宁张长宁更是公认的女排大美女,粉丝们亲切地称她为宝宝。 她出生于排球世家,之前还打过沙牌。 技术全面,可以在主攻和接应位置来回切换。 发球好,在世界杯时的发球排名第一,平均每局0.6个,发球直接得分。 在世界杯时,和朱婷搭档主攻,助球队夺得冠军。 在全年的里约奥运会,与巴西对决的那场,替补基应上场发挥神勇,最后战胜巴西。 挺进四强,当然也有留小头和其他队员的功劳。 决赛赛点时,被狼挡换上场发球,正是她的这一发,导致赛尔维亚直接送探头。 中国队拿下冠军,这两场载入史册的经典之战,功劳都要记她一笔。 奥运结束后,没能像朱婷一样出国打球,虽然在国内联赛去的MVP,也涨了不少球。 但要想成为世界级主攻的话,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真心希望她能成为第二个在当打之年出国打球的运动员。 3.惠若琪女排队员中第一元气少女,比赛气质超好,招牌时的微笑能够感染全场。 惠若琪如今是保障型主攻,防守超好,打球手法多变,特别会用脑打球,不使蛮力,但球的落点都恰到好处。 好多人会说她是会无力,可是小编看过她年少时的比赛,那时的她都是大力跳发,扣球也是力量十足。 毕竟她肩膀上并不钢钉,而且做过两次心脏手术,普通人肯定是难以承受的,但她却坚持下来了。 依然面带微笑的在赛场上奋勇拼搏,就冲这一点,我就特别敬佩她,必须向她竖起大拇指。 她还是女排里面学历最高的,今年硕士顺利毕业,下学期就开始读博了,更是江苏港带会的成员,着实了不起。 虽然今年,因为身体原因,没能入选国家队,但我希望,三年后的东京赛场上,依然会出现她的身影。 丝,严厉大气晚成的美女,也打过沙牌,被狼倒召入国家队后,私职复攻,难忘强,扣球帅,后排防守也比较好。 跟丁霞的黄金搭档默契十足,尤其是冤枉短平配的无懈可击,不可思议,今年也是没能入选新一届的国家队,希望她不要这么早就退役,可以再拼搏一个周期,就当满足小编一个小小的愿望,好不好。 5. 囊倒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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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丽的排球女神,一次又一次,在中国女排困难的时候,挺身而出,带领中国女排走出鼻鼓,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排球事业。 这种国家面前无个人的伟大精神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,狼倒还很幽默,很睿智,一般主持人吓得,他都能被他巧妙破解。 狼倒也是很暧昧的,记得当初上非常近距离,拎着一包化妆品和李静聊得不亦乐乎。 最后,小编祝愿狼倒身体安康,家庭幸福。